好,我們下一步呢,是在臉上面 應該說頭上面要去切那個洞 那我們洞其實也切了嘛 那主要就是說現在要考慮它的一個布線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呢 我們現在就是 開始去切 比如說我這邊呢,可能先Split切出這一塊 這條線出來 然後像這裡 這裡可能考慮這個點,所以我會這樣子切 到這個位置來 當然現在有三角形 那三角形是我們等一下才要去處理的問題 因為現在第一要務是先接的起來 那這邊我們可以先考慮使用 Combine的功能 去接點 這兩個呢,先把它選起來 自行Mesh Combine 然後再按 合併 合併以後呢,現在開始把點接起來 現在選點 按1230的 我們再按5 是 是 好,這邊在執行Merge Vertices Merge Vertices to Center 所以現在這個點合併 所以現在這個點合併 合併完以後 這邊的Vertex我們先把它拉出來一點 為什麼拉出來呢? 因為現在就是看不太清楚我們現在實際的狀況 這樣子 OK 好,現在呢 這邊的Face 這個先把它刪 這個面刪除 Delete Delete Delete以後呢 這邊再選點 再 Delete Shift加畫數右鍵 Delete Vertex 再來是 呃 這個點也不需要 Shift 加畫數右鍵 Delete Vertex OK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刪除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呃 用 Insight Loop Tool 去Ctrl 按著不放去切割 切割完以後 再 呃 用Append to Polygon Tool 先點一邊 再點一邊 Enter 快速鍵Y 先點一邊 再點一邊 Enter Insight Loop Tool Append to Polygon Tool 先點一邊 再點一邊 Enter 先點一邊 再點一邊 Enter 好 這邊的話 問題比較多 可以看到 其實 呃 這邊的面呢 我似乎必須先把它給移出來 不然其實不知道怎麼接 OK 好 移到這裡來以後 看起來就清楚了 呃 這個面 似乎 嗯 比較麻煩一點喔 嗯 一樣先Insight Loop好了 切這一刀過來 再來 這個面呢 我先 刪除好了 Delete 然後再使用Append to Polygon Tool 我去切 OK 在那 Append to Polygon Tool Append to Polygon Tool 那這裡會有個問題喔 它會有一個三角面 所以其實這 基本上這樣接似乎 不合理喔 這應該要刪除喔 刪除以後呢 我們好像應該要 刪除以後 也許要刪除回去好了 我看一下 嗯 刪回去以後 應該是這樣切吧 這樣切過來 似乎會比較好 我可以使用Multi Cut 先暫時性的這樣切過來 喔 沒有辦法切啊 為什麼 似乎真的有問題 Shading的Begfest Calling 先打開來 OK 打開來以後 這個面呢 我真的先刪掉好了 這個面呢 我也先刪掉 這個面呢 我也先刪掉 這樣子的話呢 就 先把 這邊的Vertex 先接起來 Shift加滑鼠邮件 Merge Vertices to Center 再來呢 這邊就 可以把這兩個 Edge East to Edge 然後稍微拉出來 稍微縮放一下 再 縮一下 縮一下 縮一下好了 1 1 2 回編到中間 再拉出來 Merge Vertex OK